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你好 又是原来中医的时间 上一集我们找到周医师和我们一起讨论 癌症的问题就是大肠癌 这一集我们面续几集都会继续讲癌症的题目 这次我们讨论什么呢 周医师 这次我们主要讨论鼻咽癌 我会讲一下鼻咽癌的成因 为什么会有这种病 病因病机的治疗方法 我们也有林医师和我们一起分享 但是鼻咽癌呢 其实如果我自己 我不是医师 我听上去觉得挺可怕 原因就是我看到有些身边的朋友 很年轻都会有鼻咽癌 现在就越来越年轻化的鼻咽癌 以前通常到五六十岁才会有的 但是现在现代人的饮食習慣开始改变了 很多时候加工食物 添加食物比较多 现在肥咽癌的人一般年轻化 到三十多岁都开始比较多出现 而且多数出现在南方的人 南方的人通常是哪个地区 林医师 南方通常我们都指是广东 以南和广东沿岸一带的地区 包括广东甚至香港这些地方 刚才周知说得对了 为什么南方病法率会高一点呢 主要是很关乎跟当地的饮食文化有关系 比如沿海地区 广东南方沿海地区 主要那些饮食都会吃一些叶制加工的东西 好像刚才说的 咸鱼那些 传统而来就是咸鱼的加工 现代又有现代的法学加工 咸鱼里面原来有一种成分 叫做亚硝酸胺类的物质 那些是很重的脂岩成分 我们的广东省就是说广东人多的地方 我们很多时候中国农年都会有些什么 蠟肠这些蠟味会不会有影响 这些也是的 蠟味叶制的东西或者罐头类的东西 里面都有很多防腐剂 或者是这些同样都有些亚硝酸胺类的物质 都会有很强的致癌性分 尤其是针对鼻衣癌的引发是特别明显一点 如果这样说 可能我们日常吃的罐头类 其实也有很多亚硝酸胺的成分 是的 这是现代的饮食习惯 因为饮食文化的改变 以前农村的时候 或者是在旧社会 几十年前是比较少这类的疾病 近年是越来越多的 根据计计 在我们香港其实都是给予癌症好发的 是一个癌症 是的 大概有二十多个百分比的发病率 是的 但是早期的时候 很多人就因为误诊 或者是不回忆 而令到鼻衣癌出现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是那么早期 可能已经到后期 很多症状是可以观察到的 我们稍后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症状出现 我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是分地区性 但是周医师有提到 鼻衣癌的引致鼻衣癌 大部分为何年轻化 就是因为吃很多罐头类的食物 如果罐头类在欧洲 或者西方人 现在都很流行用罐头 为什么不说西方都特别多鼻衣癌 西方人的饮食习惯 很多时候他们的主食里面 他们比较生食的东西比较多 山菜 沙律 或者是肉类 可能很多都是半山熟 不过因为他都有一些烧烤类的东西 都会有机会有的 也有人是有鼻衣癌 但是比例上比较少 因为生食可以帮他增强底分 增强 本身的维生素方面比较多 而我们南方的人 因为饮食文化方面 比较多业制的东西 譬如咸鱼 那些臘腸 这些外国人是没有的 北方人也不轻食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南方 即是港西 广东 湖南 这些大的地方 香港这些都是 就是那个饮食文化比较接近一点 而且就是 鼻衣癌是有遗传性的 不好意思是吗 是的 通常如果在直系血缘亲送里面 譬如父母 直系的兄弟姊妹 有鼻衣癌的成员在 其实自己的發病率 都是比一般人较高的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我想问一下两位医师 鼻衣癌有没有分男多 还是女特别多 是否会男性多一点 通常是男性比较多一点 因为男性还有一个 除了饮食习惯方面 他们有多一点的 因素 例如吸烟 吸烟都会容易引致鼻烟癌 因为那些烟油的焦油 或者经过鼻腔 或者是那些气管吸入 也容易引致鼻烟癌 在我们亚洲人来说 就是南方人来说 男士吸烟的比率 比女士多 女士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在南方的发病率里面 男士的鼻衣癌 也是多一点的 所以如果吸烟 如果有吸烟 习惯的朋友 应该有把握机会加烟 除了预防鼻衣癌之外 其实有很多其他相关的病 其实都可以预防到的 是的 我想有个问题 如果吸烟是容易有鼻烟癌 那吸二手咽的人 都会不会容易一些 比平常容易一些 都容易的 一样的 其实自己吃 或者吸二手咽的人 都容易引致鼻烟癌 但是就说 它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不可能不是单一因素 而是鼻烟癌 可能身体里面的抵抗力 又比较差 可能食物 含量、致癌物质 吸引量比较多 它有几种因素 结合在一起 才会引致鼻烟癌的发生 我经常听你的医师说 每一样病症 即每一个疾病都会有病症 或者病因 那可不可以在这里 跟各位观众讲一讲 其实鼻烟癌 很多时候病因都是 首先 刚才说的饮食是很重要的因素 環境的因素 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 空气层埃比较多 或者空气污染质素比较差 也容易 在里面微粒 細菌比较多 或者是那些化学 那些重金属 都是空气的浮油粒子 这些都容易引致鼻部 出现不息 或者抵抗力下降 如果长期被捕不息 也会有很多人被抵抗力下降 引致鼻敏感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不在意鼻敏感这个症状 整天流鼻水打刺 一般都觉得是很轻微的症状 也忽视去注意 但是在我们的观察来说 鼻咽癌很多早期病發的人 其实早期都有鼻敏感 鼻敏感很多时候 严重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它 鼻痘里面有发炎 有化膿 甚至严重一点的鼻敏感 有一些慢性的鼻炎 它里面会有蜥肉的症状出现 这类的蜥肉本身也容易慢慢 会转变成一些细胞的病变 但是当然 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可能你十年二十年之后 又有鼻敏感 慢慢会转变成一个 鼻咽癌的情况 当然加上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我们可能身体虚弱 很多时候我们香港人 或者城市人 都比较少体育锻炼 或者是少运动 经常想着上班 做生意 或者是读书 为事奔波 少于运动 而经常出现冷气场所之下 它的抵抗力也比较差 体质比较虚弱 这个也是引致 颜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情绪 情致的因素 情致因素 引致肛屈气制 亦是引致鼻咽癌的很重要的因素 周医师刚才说得很对 比如说 鼻敏感的症状 很多人都不察觉 其实以为是纯粹是鼻敏感 但是原来有些情况 可能是鼻咽癌的初期阶段 也很担心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是鼻敏感 然后拖了很多时间 然后就延练 所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比如说感染了EV病毒 其实初期病症 都是跟一般伤风感冒 那些症状很相似 其实很容易忽略这个因素 EV病毒也是一个致鼻咽癌的重要因素 那林医师详细再讲讲EV病毒 好 其实EV病毒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是很容易引起鼻咽癌的一种病毒 感染这个EV病毒初期 其实症状就不会有什么典型症状 一般跟一些伤风感冒 初期的症状 譬如一些上呼吸痛的症状 流鼻水 很相似 很多人就以为 可能是普通伤风感冒 吃一些伤风感冒药 以为没事 但怎料 越吃药也解决不到伤风感冒症状 慢慢慢慢拖才出现其他症状 譬如说 稍后可能提及到 例如流鼻血 或者耳鸣 或者富人耳鸣 血液肿脏脏 这些情况才开始意识到 有鼻咽的可能性 这已经到病發了 对 硬变了 早期的时候 EV病毒 早期的时候 也是和感冒 鼻咽症状很相似 一般人是不容易察觉到 到他肢掌 寄生了很久之后 慢慢慢慢开始恶化的时候 一般人才可以回忆到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过很多症状 不如再详细说一说 症状有什么出现 容易观察到有鼻咽症 好 其实鼻咽的位置 其实是一个很深入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 也很难看到鼻咽的位置 除非用一些特别的 耳鼻咽科医生专科用的 检查器具才能看到 如果真的出现鼻咽症状的时候 其实好像周医师所说 其实阶段 都已经不是早期阶段 例如说 经常鼻塞 流鼻血 甚至早上咳痰的时候有血丝 这是可以提示 给自己留意 有否有鼻咽癌 另一方面 除了鼻咽本身的症状以外 其他五官方面的问题 也跟鼻咽癌有可能性 譬如说 听力减退 耳鸣 或耳朵有些流浓的情况 这也可能提示了 鼻咽的肿瘤 已经压迫到耳的神经 出现耳鸣 听力减退的症状 那这个症状是否已到后期 其实已经是后期症状 但还有些症状 我们要留意 譬如说 头云 头痛 这些都是基本 每一个鼻咽癌的中期 到中期 或者后期 都会有的症状 是很普遍出现的 甚至乎 有一些是发烧 或者是反复不退 类似感冒 即是 偶爾发烧下又好下 发烧下又好下 这也是一种先兆的症状 除了被捕的 即是刚才说的 结快 出血 或者是痛楚 头云等等 这些情况之外 其实 还有一些头颅骨里面 神经是压迫的 头颅骨里面 很多不同的头颅骨的位置 譬如第一节 头颅骨一节二节 或者是三节四节 或者是七节 八节 全部都会受到神经压迫 即是癌不細胞的压迫 这个是 引致头痛 或者是细胞的肿胀 甚至乎 会出现 腹射到颈侧 颈侧出现肿胀的肿胀 可能会出现颈部 可能突然降大 但通常出现的时候 都会倾向于 某一边 单边出现 不是两边一起出现 通常一侧 它开始先肿胀 而且 它可能 颈部 都会出现额痛 或者是有颜块 它不单只出现鼻咽附近 它可能出现颈 或者垃骨附近 即颈的锁骨附近 其实都会有一些肿胀 颜痛出现 好像还有一些软側的病发症 软側 可能刚才周醫師也说得很对 譬如说一些症状 譬如说反覆感冒不退 这些是全身为主的症状 譬如说一些癌性共有的全身症状 其实在鼻咽里面都会经常出现 譬如说这些体重在短时间之内 急剧下降 或者身体其他地方 无端端流血 但是又止不了 这些都是需要 在一些软端的症状 我们都需要留意 这些要 这些隆医师 刚才你说的症状 是不是在中期 还是早期可以发现到 其实如果出现体重下降 都已经不是早期阶段 是中后期 在这些阶段就会出现 有时鼻咽咽也会影响到饮食 可能胃口会减退 甚至舌头也会影响到 可能舌头会肿胀 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 慢慢喉咙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呼吸度和食度很接近 这个也会影响到胃口 或者食欲 甚至吞咽的情况 是 如果像周杰斯所说 如果影响到食度 它会出现吞咽困难 而且食度和声带 都很接近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它参加到我们的声带 我们的声音 就是说话都会沙啞 或者发音会有改变 是 这是需要大家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 还有就是 除了这些症状可以观察到之外 其实我们身体 如果早期发现 譬如我们自己本身身体体质 比较虚弱的时候 很容易 而伤风感冒的人 亦都是 如果你早期去观察 如果出现那些症状 已经是比较不好 其实我们中医 经常说 自眉病 或者预防性治疗 其实是预早 如果你自己本身体质比较差 亦有鼻敏感 这麽早期的时候 就要引起关注 不要忽视一些轻微的症状 香港地 其实有超过120万人有鼻敏感 但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 这个讯号 鼻敏感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人质 是触发鼻咽癌的很重要的因素 亦是一个讯号 是一个警号 因为鼻敏感 其实证明了 体质的免疫力比较差 体质比较虚弱 鼻咽部的抵抗力是比较弱 所以你对外来的抵抗力 或者是微粒 敏感度 都是很敏感 这个也是引致 譬如说你身体 如果吸入不好的东西 吸入不好的东西 吃了不好的东西 亦都特别容易引致 一些细胞的病变 但可否说 如果在早期有鼻敏感 如果可以及早医治 应该可以防止很多病 因为会否说是鼻敏感 就是在鼻炎的前期呢 会否多数 鼻敏感就是夹杂着鼻炎 本身已经是 鼻敏感有分轻和重 鼻炎也有分轻和重 本身有鼻敏感的时候 鼻敏感本身有个学名叫做 慢性鼻炎 其实就是一个学名 一个别名 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就是鼻敏感本身 已经是夹杂着炎症 还有它里面是 如果是用一些鼻肝镜去看 鼻肝里面是红肿 发炎甚至是肿胀 所有鼻敏感的人都会这样 这种的发炎肿胀 如果是长期持续不退的话 细胞本身很容易出现蜥肉的情况 其实周医师说得很对 其实当身体有些肿快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身体的体力差的时候 如果再接触到这些风险因素 其实我们细胞很容易发生变异 细胞变异的时候 就会发生了我们所说的癌细胞 如果发生在我们的鼻胳 鼻咽里面 就会变成鼻咽癌 所以其实鼻敏感 由鼻敏感发生到鼻咽癌的阶段 其实关系很密切 一般来说西医会用一些方法去检查 林医师不如介绍一下 好 西医如何诊断鼻咽癌 其实主要从三个方面 第一 比如说抽血检查 主要看血里面 究竟有没有EB病毒的抗体 第二 就是会做一个鼻内窥镜检查 由耳鼻咽的医生 用一个内窥镜检查鼻股里面 有没有不沉上的组织 或者跟癌细胞有一个形状相似的组织 或者是肿块 第三个 就是会用一个活组织的检查 医生就会在鼻腔里面 抽取一些活组织 做一个化验 这个 经过这三步 其实一般都能够 很能够确诊到鼻咽癌的是否存在 好 我们中医用的方法 应该有些不同 是 其实中医方法 其实跟西医很大分别 中医一般都会看症状 好像刚才所说的 变症治 变症治 看刚才症状 看家族史 有一个整体的方向去看 家族史 生活习惯 情绪 个人的性格 情绪 把脈 看他有没有一些癌症出现的共有的特径 例如体重急下降 出血 或者免疫力急剧下降 这些情况 去做一个中医结合的辨证轮子 这样去医疗 是周医师的 是 或者这样 我们下一节 我们继续详细分析一下 如何辨证农子 好吗 好 好 还有会讲治疗方案 是的 或者其他 好 好 各位你好 我们又继续再探讨鼻咽癌的问题 我们又回来讲鼻咽癌 上一节我们讲过很多关于鼻咽癌的成因 为什么会形成鼻咽癌 我们这一节我们来分享一些治疗的方法 以及一些放尿 或者是前后我们终于如何帮助 去改善一些症状 在鼻咽癌那里 除了我们发生在鼻咽部和颈部之外 其实它本身也会有一些扩散和转移 那个肌理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癌症它如果发展到某个阶段 尤其是后期它是有转移的 一般转移会从血管或者淋巴 做附近组织的转移 甚至是远端的转移 附近组织的转移 一般都会扩散到附近的淋巴结节 颈或者头方面的淋巴结节 如果是远端的转移 一般都会转移到骨 骨髓肝肺这些地方 一旦出现了真的转移的阶段 其实预口就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中西结合的治疗 本身通常病因癌出现 都是牵涉到几个内藏 第一就是肺肺肺肺肺肝肝和肝和肾 这几个器官和肾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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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通常是轉移到肝是比較嚴重的 或者轉移到骨頭也比較嚴重 下一次我們會講講肝癌 再談談 這次我們就終於講述鼻炎癌的問題 我想請問兩位醫師 如果癌症 你們說會轉移 是否逢去癌症都會轉移 要是某些癌症才容易轉移到另外一些部位器官 基本上所有癌症都會發生轉移 只要癌細胞就可能侵襲到淋巴線 經過淋巴線很容易擴散到其他部位 所以癌細胞的發展是很快的 如果早期能夠控制得好 未出現轉移或侵襲到淋巴線 你便能夠控制它的轉移 所以周醫師也說得很對 如果真的出現癌症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用積極治療 否則真的遷延到轉移階段 其實癌症一般都比較差 所以要及早治療 如果癌症容易轉移到不同的部位 西方的方法是電療、化療 其實也很難控制到 電療、化療都比較難控制 但一般西方的治療 會採用放療的方法 因為在鼻炎部 因為比較接近神經線、頭顱骨 或是腦底的附近 是比較難用手術來切除 所以很多時我們用電療的方法 是容易集中目標 以及針對癌細胞的治療 或是撲滅是比較準確度高一些 但因為放療本身也會破壞周邊的一些好的細胞 所以放療之前可能有些症狀 放療之後也會形成很多不同的症狀 我們不如講講放療前後有甚麼症狀出現 放療前當然會出現一些鼻影癌相關的症狀 例如流鼻血、頸會痛、頸臨巴腫脹 或者相關剛才提及的五官出現的症狀 聲大方面問題、胃口的問題 周醫師也說得對 因為放療其實都是高能量的射線 照射到相關的組織之後 其實鄰近的組織都會一起受破壞 雖然現時的細胞的症狀修法都很先進 已經發展到X光都 將那個範圍更加準確控制 但畢竟它的範圍不能夠完全十分準確控制 它那個腫瘤 所以周邊的組織都仍然會受到傷害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病人來的時候 他都做完放療 他那個被捕 可能出現了呼吸困難 甚至乎口乾、舌燥 喉嚨很不舒服 甚至乎口乾、舌燥 在這方面 我們終於有分幾個陣營 即是瓶液 通常我們稱為瓶箱 而且經過放療之後 通常脾胃是比較差的 林醫師 在分療方面 可否跟我們分析一下 跟觀眾 其實周醫師也說得很對 其實剛才放療之後 如果侵損到口水分泌線 容易口乾 如果侵損到食泡的黏膜 其實吞營會困難 就如種種的後遺症 其實中醫也有幾個分型 都可以讓我們參考一下 一般來說 我們會分為氣血的乳製型 一個就是火熱內困型 一些瓶液好傷型 如果去到後期 就是皮胃失調型 陰血虧損型 這些 其實主要根據放療 它放射到傷害不同的組織 出現不同的症狀 我們終於根據四診之後 而定出了它的症狀 在臨床上 其實我們觀察到 很多時病人都會在放療之後 來找我們做調理 這是很正確的選擇 我們中醫的中藥 其實可以幫助 它舒緩了很多的放療之後 一些併發症 或者是一些副作用 無論是腸胃的不適 或者是胃口不好 或者是口缸 或者是口水不夠 因為很多時口水都降了 分泌不到 所以我們都可以令到它本身的敏感度增加 甚至乎很多時 美國吃東西都沒有了知覺 沒有了吃東西的感覺 可能那些甜酸苦辣都沒有了感覺 所以透過我們用藥物的調理之後 美國會慢慢出現 中醫來說 其實整體上都可以幫病人 除了調節他的身體之外 還可以幫他增強抵抗力 都會的 增強抵抗力 在免疫系統方面 都會提升得很好 因為可能他會再做放療 身體的很多細胞受到損害 我們都需要幫他的免疫系統 甚至乎身體的體質再提升 否則他再接受其他治療的時候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甚至乎身體會受不住這些治療 而可能不能夠再持續下去 其實我可否這樣說 如果接下來找中醫再繼續去治療 他可以除了增強抵抗力之外 還可以可能防止他有復發的機會 因為他抵抗力強了 會對抗那個癌細胞 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中醫治療方面 很多人以為 中醫只是幫助他處理他西醫 搞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放療 化療之後的 一些善後的併發症 其實我們也可以 中醫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阻斷了他的復發的機會率 他身體體質強壯之後 各個器官功能都會強壯了 他的復發機會率也是減低了很多 當然在他做治療期間 我們可以幫到他 或者在租完治療之後 我們會幫助到他 不會再復發 如果是早些能夠做一個預防的話 更加會減低病發的機會率很多 以及應該減低了電療法療的痛苦 是的 發療的痛苦 即是痛症方面 我們也可以透過一些外查藥膏 或者是內服中藥 去舒緩很多的痛症 或者是一些副作用 其實剛才兩位都說得很對 其實調理我們的免疫系統 其實對於病癌癌的癒口 是很有關鍵的 因為很多時候 病癌也好 其他癌症也好 其實他主要的引致死亡原因 他除了腫瘤渾身以外 因為腫瘤引起的併發症 譬如說腫瘤相關的感染 以及腫瘤引起相關的器官衰竭 所以其實要調理體質和增強免疫力 他可以防止器官衰竭 以及提早防止我們身體 要受各個類型的感染 變成可以延長病人的壽命 可以延長 在我們臨床來說 結合幾樣東西 譬如說中醫中藥的治療 一些針灸餘毀的治療 再結合氣功的治療 發現癌指數下降的比率是很好 我們很多病人經過多方面 我們幾個方案結合之後 癌指數下降得很好 當然如果他能夠早點來治療 可能他不需要再做多次的放尿 發尿 甚至會避免癌變的發生 其實周醫師說得很對 其實現在我們對中醫來說 對治療癌症也有一個新的概念 就叫做大柳生存 其實如果崇州醫師所說的方法 例如做氣功中藥治療 即使不能夠徹底消滅到癌細胞 其實病人都可以繼續 有癌細胞之下繼續健康地 很正常地生存下去 大柳生存是一個現在最流行的說法 但我們也觀察到有些病人 其實癌細胞和癌指數甚至下降低正常值 一般癌之下降低正常值至五左右 但我們有些病人經過治療 如果他配合得好 能夠勤勤一點一起做鍛鍊 練習氣功的話 癌之下降低標準值 我也有聽身邊的朋友說 氣功的原理是幫你帶入大量的氧氣 在身體裏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香港氣功協會的創辦人 才可以詳細解釋一下 就是說他帶進去之後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 增強了每個細胞的一個 叫做還原的能力 即是還原由壞變好的能力 這個是的 癌細胞無論是比癌還是其他癌症 都是一樣的 癌細胞本身都是我們身體好的 正常的細胞 只不過可能給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去吃 或者是給了一些不好的 不舒適的環境去生活 而出現自己的細胞開始敏亂了 出現了一種細胞 突然間出現一種突變的情況 這種突變的細胞 是一個脫氧的細胞 這個脫氧細胞 在科學的實驗裏面 你們都做過 只要我們能夠給它大量的氧氣 這個癌細胞 即是我們突變的整臣細胞 它慢慢慢慢會出現停止生長 停止再去擴散 甚至乎如果再給它多些氧氣 它會出現萎縮的情況 慢慢慢慢它會凋謝 即是這種癌變的細胞 因為肌肉的總脹或破壞力會減到最低 甚至消失了 一般人為何做不到呢 你說氧氣 我們每天都吸入很多氧氣 呼吸 每個人都在吸氣 但是一般人 原來我們吸不到這麽大量的氧氣 在身體 一般人我們呼吸的時候 都是正常用鼻來吸 鼻來呼 但是原來透過氣功的練習 我們全身各個毛孔都會吸氣 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們皮膚裏面 皮膚表面分佈了很多的毛細孔 這些毛細孔本身都會吸氣 都會有呼吸的作用 但是一般人當你緊張的時候 或者是個人專注力不夠 或者是很多事情想的時候 這些毛孔是處於一種閉塞的狀態 或者是一種叫做關門的狀態 即是倒轉關閉自己 對 關閉了自己 這種關門的狀態 導致我們的呼吸的時候 多數都是用我們的鼻孔 當我們用鼻孔呼吸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當你數一下自己的呼吸 你會發現我們通常呼吸都不超過五秒 一吸一呼 通常都不超過五秒 這個代表了我們平時的生活 節奏其實都是緊張的 但是自己不覺的 自己不覺自己緊張的 但是當你留意自己的呼吸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其實是 可能很多壓力在心裏面 或者思想是比較緊張些 甚至乎你的氣管 你的肌肉 都是處於一種緊張狀態 我們透過氣功的練習 學習如何令到我們肌肉 氣管 我們的神經線 我們的細胞 都放鬆 這種放鬆的狀態 我們慢慢才能夠令到 我們全身的磨孔張開 當我們能夠張開這些全身的磨孔的時候 你試想想全身的磨孔 磨孔的表面積加起來 一定是大過我們的鼻孔的 這種的表面積 據研究是大概會大20倍至40倍的量 如果能夠大量比平時大了40倍的 那癌細胞會很容易很快就慢慢丟借 所以這個原理 很多人雖然知道 但是不相信做到的 因為很少人能夠很放鬆 但是不放鬆是因為你平時太多事情想 或是沒有談過合適的訓練 如果你經過訓練之後 為人放鬆得好的話 自然每一個磨孔都會有傷害 吸氧量增加 亦是令到癌細胞得到控制 或是壓抑或是康復 如果聽周醫師所說 其實這個氣功的內容 其實人人都做到的 基本上人人都做到的 即是有天然的方法 是有天然的方法 我們曾經試過 除了用一些藥物的方法之外 他結合氣功 或者是他練功的時間很長的人 很專注去練的話 他康復的機會率是很高的 甚至乎一些去到第四期癌變的人 經過結合藥物和氣功的條理之後 他不單止癌細胞是萎縮了 而且能夠生存超過十七二十年 這是很可喜的一個現象 而這種現象其實不只是一個案例 兩個案例 而且是很普遍的案例 只要有心去練習 每個都可以成功 其實我們不時在報章 或者在書籍 都看到不少經驗 有練氣功的癌症病 他如說他的康復過程 也是有練氣功的 傳活率也很高 如果扣過練習氣功 傳活率也很高 但是有些案例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困難一些不成功呢 其實多數在我們的經驗來說 他們不成功 不是因為練不成氣功 是因為通常的癌症病人 身邊太多人關心他 太多的聲音 太多的意見 很多人叫他吃這個不好的東西 又要吃另一個治療 或者是那個醫生好 又走過去 甚至乎我聽過有些病人 他聽到哪個朋友說 在英國有好的醫生 他都會乘飛機去英國去找醫生 甚至乎黑龍江哪裏有醫生 他都會飛過去 或者是台灣 或者是大陸哪個省市有 他都會乘飛機飛過去 所以不是因為某個方法出了問題 也不是氣功 中藥 我們的治療出了問題 很多時候是因為癌症病 浪費了太多時間 即是沒有恆心去做一件事 雖然乘飛機很快 但是當你多飛幾次的時候 找多幾次的時候 你每次都從頭開始 其實那個成功機會就很低 那現在如果有氣功的幫助 即我這樣聽了 就算你癌症的三期四期 其實都不可怕 其實都不可怕 癌症本身都是自己的細胞 最可怕的是 最可怕的不是癌細胞 最可怕的是我們自己的心窩 我們自己心裏面太多心窩 太多不好的思想 亦都是坦白說一句 太怕死 當你能夠擺脫這種陰影的時候 帶著這種困擾你腦裏面的思維的時候 當你能夠放開的 絕對能夠治好 剛才周醫師說的情況也很普遍 有些病人可能很心急 想醫好自己的病人 就算要他練氣功 他未必有這樣的耐性 恆心去練 可能很容易中途放棄 以後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治療機會 沒錯 除了氣功方面 如果說中醫方面 你們還有另一種方法 例如針灸可以嗎 針灸可以 我們有些自我調理和保健的方法 例如說一些舒緩痛症 或是令到我們的精神不太舒服 不要頭暈 不要頭痛 甚至乎我們的脾胃運作會好些 我們都有一些餘胃可以幫助去調理 譬如說 很多時候如果鼻塞得比較厲害 我們會用針灸可以用針營 自己的營香穴 治我保健也可以用我們的手指 食指安住自己的營香穴 治我按摩 慢慢的 如果經常這樣做 也可以舒緩鼻 那些部份還是有股臼行肝 增三百針 如果股脖 其實也會是股臓 wilivan 潑溜鼻和疱腹 漏受光 goods 這些皮膚說 比如說這些股臓是比例的 我們可能可以按壓我們的合谷穴 亦是可以舒緩鼻或頭部的不適 合谷穴在我們手部 這兩個食指和拇指的兩個骨的交界位 最交叉位的V字位 我們用大拇指按著鱼位合谷穴 用力按壓 通常按壓時是用力按壓然後放鬆 再用力按壓 按下去會有刺激的反應 亦是可以舒緩頭痛、頭暈 甚至是鼻腔、鼻鬥布、痛楚、不舒服等等 如果頭暈還可以針對頭頂的爆灰穴按摩 如果呼吸不暢順 我們可以針對封門或廢書等等的穴位 如果影響到腸胃不舒服的話 我們可以按壓足三里或胃疏穴 這些都可以健脾 幫助脾胃運化和增加胃部的功氧、功血的情況 還有沒有其他餘位 其實周醫師也說得很全面 其實很多元位主要是針對症狀去應用 譬如想整體調理身體的抵抗力 那些元位其實中夜來說都經常用 譬如除了按壓之外 可能用一些能夠發熱的東西 譬如我們喜歡叫舊反 譬如在吐詞有一個穴位叫神絕 如果對一些消防力差 或者排斥能力不好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救法 在我們吐詞這個神絕穴做一個熱呼的方法去做一個救法 或者因為放療化療之後影響自己講話的能力 我們也有一個穴位叫彈鐘穴位 其實也可以用一個熱的救法 在這個彈鐘穴做一個熱呼 幫助我們開聲 明白 除了餘位那些 我們最喜歡就是 日常有沒有一些食療可以幫助 也有的 我們也有些食療 譬如說 我們平時可以 譬如說杏仁 杏仁也可以化痰 潤醋 化痰止咳 可以煮一些藍不痕 還有雪梨 還有加少許刺緊 沙心 這些都可以化痰 潤肺止咳的湯 譬如說 如果本身身體低抗力沒有那麼好 也可以加少許核桃 或者是新鮮核桃 我們用洗乾淨去生食核桃 本身可以增加身體體質 本身是補腎 核桃也補腎 但是核桃不可以過量地吃 通常每天就不要吃超過十粒 我們這一輯都知道了很多 怎樣去防止或者醫治 都很豐富 對 很豐富的內容 還有是很自然的方法 可以用到很多 多謝周醫師解釋氣谷方面 讓我們可以知道 平常其實不用受太多痛苦 都可以醫治癌症 還有不是那麼可怕的一件事 也不是那麼可怕 我們之前也介紹了很多招式 大家都可以參考以前的節目 可以拿回你看看怎樣練 都有些招式合用 我想今集的節目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都繼續探討癌症 剛才周醫師也說了 我們應該會說是肝癌 肝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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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